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看我 我之前去我行書局的時候 就給了一大片色彩繽紛的旅行書 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立即凌機一觸心想 不如我下一個地方 就根據這些日本人的推介去玩吧 這次我選了這本書 就是去這個湯布店 我這次所有吃 買 玩 甚至是住的地方 都是參考這本書的 我自己都很期待 看看日本人的推介 跟我們平時發掘的地方 到底是有甚麼不同呢 我想說日本的旅行書 是拍到所有東西都很好吃 所有地方都很漂亮 你看看 好像這些蛋糕 是不是全部都很吸引 好了 不要說太多了 出發吧 好了 我現在來到博多站的巴士總站 可能去郵報縣都會選擇搭火車 因為它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郵報縣之深的火車 聽說沿途景色是很漂亮的 但我這次就是搭巴士 主要是因為郵報縣之深要預約 但我沒有預約 但我聽說巴士也會有很漂亮的風景 哇 我這次第一站上車 給你們看看是甚麼樣子 嘩 座位也很窄 你看看我坐下 風格山 風格山是壓在旁邊的位置 哇 到了到了 來到的時候感覺很不錯 周圍都是一些很高的大樹 不是大樹 很高的大山 你看我身後超震撼 現在才看到 還跟雲好像很近 有些翼遮住了山頂 這裡第一個給我的感覺 你可以感受到日本鄉村的靈性 但又未至於去到沒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走 還有四野無人 現在先去我的酒店 放下我的行李 然後再帶大家出來走走 這裡基本上巴士站一出來 沿路上已經有很多小店鋪 這是我的酒店附近 這本書真的沒有解釋錯 很棒 很開心 你看我找到我的酒店了 我這個酒店也是根據這本書找的 它是在那條最繁華的街 然後有一條小路 一穿過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好像完全不同的感覺 一走出來 小橋流水 我好期待明天 其實這裡會怎樣 你看下面的水清到 真的很想下去玩水 就是這裡了 Hello 7.30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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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時 7時 大家看看酒店 看出去的風景 很有感覺 非常安靜 我們一起吃東西 太興奮了 我想我應該是第一次住這類型的旅館 好可愛喔 一進來 有個洗手間在這裡 好 那我們一起開箱 它完全跟照片一樣 而且比照片更漂亮 因為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溫泉旅館 但是因為我太遲覆了 所以很多都沒有位置 或者是很貴 那我就在這一版 這一版 就是最近遊報院的一些新東西 看到一個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就有一個說它是2023年5月才剛剛重新裝修的 就是這裡了 啊 其實你這樣看它房間真的挺大 除了我們平時一般的床位置 它還有一個這麼大的平台位置 你想想 不是那些 宵夜啊 坐在這個窗邊吃 真的你也沒說不開心 原來這裡看出的景是高山大樹來的 床呢 雖然它是單人床 但是它也算是幾闊的單人床 洗手間的位置 才是這個洗手的地方 然後開門看看 洗澡房 喔 咦 是啊 這裡沒有自己的洗澡房 因為是在樓下的浴房 公共浴房 有溫泉可以浸 我都不記得了 給大家360度感受一下 我酒店外面的環境 哇 1300 值得啦 因為很多人遊步遠 都可能一天遊 未必會過夜 但是如果你們想浸溫泉的話 其實他們有很多這些 給你浸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溫泉 好像這裡 哇 有沒有看錯 200元 大家感受到沒有 感受到多少人 還沒去到重點 竟然是人山人河 這間好像很像小食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 這裡應該是類似吃一些 唐洋炸雞的 嘩 在外面已經聞到香味 這個嗎 這三個 好棒 好棒 Henny 特地離開了剛才那條這麼多人的街 來回內街這裡 讓大家看著我身後的風景 一起吃這個炸雞 別說了 冷了 真的很香 嗯 哇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肉有多嫩 基本上我在日本這一趟裡吃 沒有吃過一塊炸雞是不好吃的 超好吃 它除了滑之外 它的醃料很棒 我只吃了黑胡椒味 但其他神秘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但是很香 它的雞油真的滴出來了 剛剛還在旁邊買了一個奶茶 不是 買了一個綠茶 它也是我在本書看見 然後保存了 發現它就在家附近 好嗎 嗯 啊 啊 謝謝 哈哈 這個 一 嗯 哇 哇 歪了 哇 太大口了 有點黏牙 有點難以形容 它的甘是很甜 但是 跟糖漿 跟糖漿分開 我的牙齒黏了糖漿 但是黏完後 咬不到甘 現在更好 下次我會吃正常的甘蔥 一出來又是七蝦一片 在鏡頭裡也看到一條路 但是 實際上 真是 黑得見不到路 原來是說 初生 是 是 是 這間是我的酒店幫我訂的 是吃雞 只要吃雞 我已經吃了很多人雞了 然後我點了這個 他說是 特別用油布丸的天然水 做的一個蘋果梳打 我發現福江地區很喜歡吃雞 我試試看 是吸收了雞 和蔬菜甜味的精華 很美味 嗯 我剛才看Many的時候 他有說這個雞 是日本第一款 不知道什麼什麼的雞 總之 他就說 是特別滑 特別嫩 特別嫩 吃了 真的 原來我 晚上看到這麼漂亮的窗 裡面就是我明早吃早餐的地方 晚上的房間 又有另一種感覺 然後 剛才發現 原來這裡還有一個寶藏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好棒 原來它是 有這些給你洗澡的浴衣 毛巾 就是放在這裡了 好可愛 好像整個城市都在噴煙 為什麼這裡又會有煙出呢 是什麼煙來的 可能真的是溫泉水 嗚 早安 各位團友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6點40分左右 家裡附近有一個叫金輪湖的河 的湖 就是 遊步院是一定要看的一個景點 我知道這裡看的最佳時間是清晨 因為清晨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薄霧 把所有口袋都放在身上 把所有口袋都放在身上 我看了這一間也是一間酒店來的 而且價錢不是很貴的 二萬多日圓 但是不是很新的酒店 當然有了 大家看到嗎 有隻鳥 是鴨 是鴨 因為這個湖底下面 其實有溫泉水會湧出來 所以撞在一起 其實溫度也比較高 17至20山度 剛剛看所以可以負責 所以 因為水溫度比較高 所以 早上的時候 就有這個神墓出來了 但是這個神墓 並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是要秋冬季 而且天氣很好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是很幸運 好 我想這一餐 真的算是我整個旅程 最正式的一個早餐 我多數都是在便利店買飯糰 哈哈 習慣了自助餐 我都會拿很多食物 但是 因為它的碟是六格 一格格 就像平時的 都是小碟 小碟一兩塊 適可而至 夠就夠了 我來吃這條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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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來Check out 還有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次買了什麼 一點點戰利品 郵報院這裏 真的有很多地方特色的小店 它是一個 就是這些畫 上面寫了很多不同的 鼓勵字句 它說笑容是你最大的財富 另外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日曆 是在這間酒店買的 酒店的這些枕頭 布其實全部都是出自於 這一間叫做 真的這個縣的 染布社 它就設計了這個日曆 它有什麼特別呢 打開給你看看 一月呢 就是有些小鳥在飛 二月呢 就是有些魚 它設計的原意就是 日本是一個 由大自然孕育出的一個國家 它每一個月份的創作靈感 就是源自於九州不同城市 它可能有一些特別的節日 又或者是特別漂亮的景色 而去設計出每一個月份 我覺得呢 完全是紀錄了我今次的旅程 但是呢 就很感謝今集的贊助商 Everest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有相同的經驗 就是去旅行的時候 可能買了一些很喜歡的東西 回家 但可能過完一段時間 就用完了 你想買 但是你沒有可能 特意去那裡買的嘛 好像我用完這個日曆 都不會說一年之後 再回來這裡買 這麼誇張 那Everest呢 就幫到你了 Everest呢 是一個代購的平台 它就好像一個 你身處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而這個好朋友呢 是很願意幫你買東西的 它在三十個國家和地區 有成超過三千個認證了的代購專員 可以幫你買到各地的產品 Everest和我們以往認識的代購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打開他們的APP 然後呢 就直接建立一個可以召喚到全部代購專員的代購單 那大家就不用像以前那樣 在亡人海找代購 又不知道它可不可靠 因為Everest呢 它是HKTV旗下的一個平台 所有的代購專員 都是經過實名認證 如果發現任何一個代購專員 違反了規則 Everest是會出手相助的 而且呢 它是有HKTV Mall龐大的物流支援 在港九新界八十幾個地方都有自提點 所以送貨或者自取都很方便 用我的優惠碼可以立即享有二十元的折扣優惠 另外呢 就是它們最近還會送出價值一千元的ecoin運費回贈 詳情可以回到資訊欄看 大家如果聽完我的分享 突然間想到有件事我真的曾經在泰國、日本、馬來西亞買完 很想再買的話 可以立即下載這個APP去感受一下 那這間呢 那這間呢 終於是 這本書呀 有些好大氣了 來到這一間吃手打橋莫麵的餐廳 今早走的時候呢 發現原來它就是在金輪湖旁 所以我現在又回來金輪湖 我發現呢 雖然現在是很多人 但是呢 不同時間的金輪湖真的 就是 別有一番風味 我這次錯過了 我昨晚黃昏的時候應該也要來 其實呢 這裏吃鴨肉 出名的 但是呢 我又不太會叫 那呢 就發現呢 就只有兩櫃這個 的 橋莫麵 我問了呢 他就說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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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吃了 他就說這個湯呢 本身是有點鹹的 很濃味的 所以就 加點蔥啊 加點芥末 那裏 只是呢 放一小汁 就吃了 不要在這裡浸浸浪浪浪 好像湯麵一樣 如果呢 我形容說 真的跟平時的 橋莫麵很不同 那樣就有點誇張的 但的確跟我在超市買一包煮冷河是不同的 冷的溫度是剛剛好 所以令到麵很彈牙 但吃起來是不是很重 又未至於 這湯是白白的煮蕎麥麵的湯 加了淡淡醬油和大蔥 喝起來很舒服 加麵就沒有味道 所以只可以唇喝 原來我算早到 現在12點多 外面也有很多人在等位 這個時候大家要想起Everus 可以幫到你 因為他們的代購專員 甚至是幫你預約位 又或者想在這裡做什麼驚喜派對 都可以嘗試找他們幫忙 剛才的餐廳就是這裡 跟著一個旁邊就是這裡 紅葉來裂 很棒 現在看到好像天空之鏡一樣 那個倒影 很漂亮 雲子還要一塊塊 這間餐廳我真的終於感受到本書的魔力了 因為如果不看的話 真的不會找到這間 它就叫建屋 是真的要穿過很多花蟲 草蟲 然後才會找到它 它裡面除了買了一些食物之外 還有一些家品 又有手筋仔 又有 剛才有一個 給你睡午覺的枕頭 我覺得很有趣 不過那個應該是適合睡 還有一陣子的枕頭 我不客氣了 哇 大塊菇 你看看後面還有一個儀式感 不是儀式感 應該是容易熟 好 可以選擇起司和忌大的 都有選擇起司 大部分人都選了起司 超好吃 我本來都不打算買 看著他它是可以選擇的 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這是600日圓 旁邊自家種的一木 這是一塊菇 大絲 它的醬汁做得很好 滲芝士後還滲了白色的醬汁 然後加了醬油 最後就滲了類似紫菜 雖然菇沒有我昨晚吃的 有塊菇咬下去很香的菇味 這個就沒什麼 加上醬汁也不錯 超大的大樓 真是假的 超過一條手指 超大的 各位朋友 來到影片的尾聲 我已經累得 還坐在別人的店鋪門口 即是我買完東西的 坐在門口 因為這間也是在這本書中介紹 我覺得它很漂亮 是法式的可麗路 所以這個就作為我在游泊院 最後一樣吃的東西 真的很累 因為這個時候 兩點多 是最多人超多人 整條街多人都爆 所以 好像要不斷避開些人 避開些人 真的很累 怎麼吃呢 正常人吃這些都很優雅地 放在一個小碟裡 拿一個小匙去吃 我呢 可以在吃 6元一個小腸包 因為這些很容易 外面硬 然後裡面 都是硬的 但這個不是 裡面都是很濕潤的 我選了這個 青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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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味 都不錯 真的挺清新的 我和大家分享一個秘訣 離遊報院 真的比我的時間 合適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 如果你們是一早 可能十 十一 二點來的話 是正值最曙 最多人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感覺是很重要的 如果第一感覺是讓你們覺得 哇 原來這麼多人 那你就 感受不到這裡的 那個 那個 寧靜 優靜的美 所以呢 大家 跟我 跟我玩吃 不得來 得 здоров